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户外活动就是一些体育类的球队 那过去他就是网球队的队员 可是即使是网球队的队员新的一学期 就要重新的登记跟重新的提建 因此等一下要陪他去学校提建 那他自己也很兴奋 因为这大半年里面都没有回学校 而且同学之间联系的非常有限 除了用电话他们聊天之外 因此当有球队一开放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想冲去学校登记 所以等一下带大家去他们的学校走一趟 这是他们的操场校园的一角 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因为他们的操场都是给学生来运动的 像他们的美式的足球啦 英式的沙克啦 然后网球场 棒球场 还有他们的田径 甚至他们也有游泳池 因此排队来体检的学生是蛮多的 那因为有男生球队跟女生球队 所以男女分开两条线 看样子我们今天要排队 会至少一两个钟头跑不掉的 好 现在我们要排到门口了 所以等一下体检会很快结束 趁着天还没黑 我们就先看一下我的社区好了 这个空照图就是我的社区 整个区块的空照图 那蓝色的地方就我家 绿色的就是社区的入口 那我们现在从门口出发吧 之前介绍过我的前后院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的介绍了 这是我的车子mini van 比较大一点是八人坐的 那因为我儿子个人比较快 所以可以把儿子装进去 他也坐得会比较舒服 那这是我的车库 有三台车子的容量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车库前 有两个门的 那就是可以停三台车 那这灰色的就是mailbox 美国的mailbox邮箱很特别 就是除了你收信之外 你还可以寄信 在你的前面邮箱 蛮方便的 不需要特意的去邮局 我们的社区 虽然是同一个建商建的 可是你会留意看到 每一家的摆设 无论是前院后院 或是它的格局 跟房子的设计都不一样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特色 院子也依照主人的喜好 来种一些花花草草啦 所以每家院子都有不同的摆设 然后那些花草也能呈现出一些 个人的一个风味 那我们这个社区呢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园丁 那园丁就是一个月会来清厂里 你的前院后院四次 那整个院子就会很整齐干净 这家有乌龟 应该让我也买只乌龟摆设 因为我的动作学习能力都蛮满的 然后这一家呢 就有摆设一点点的 哈罗文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小case 那疫情的期间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任何 人出来讨糖果了 那今年哈罗文应该更安静 对我来说我蛮喜欢安安静静的 因为哈罗文出来的效果 跟整个环境都不是很舒服 因为有些社区它会摆设的很可怕 然后那种可怕的程度 就是神神怪怪的 然后像这种在地上摆设一只死人的手 那偶尔呢还会有死人的尸体 跟那些血腥的这种东西放在你门口 看了其实不舒服 这就是他们西方人的幽默 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 他们呢把那种恐怖当幽默 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挺吓人的 那以前我旧邻居的隔壁 就有一家呢 每到哈罗文的时候 他们会摆设的很可怕 吊屎鬼啦 然后晚上的声音啦 然后吼叫的声音啦 都会让你很不舒服 那我现在居住的社区就比较安静 去年前年我观察到哈罗文 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摆设 所以也跟居家环境很有关系 那现在我们就稍微快一点的动作 绕一场我们的社区 那你现在看到这样一大圈 就是我平常走路跑步的一个范围 大概我会走上三圈到五圈左右 好我们差不多走完了 那这一家呢摆设蛮舒服的 它的庭院很特别 我也蛮喜欢的 这一大圈就差不多到了这个 我刚刚在空照图给大家看的入口 以前我也会在早晨 走出这个社区到另外一个社区 有公园跟步道的地方 那现在因为疫情 我就是停留在自己的社区 走几圈就好了 在美国街道上或是住宅 都会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stop sign 这个停车的标志 每一个美国人都一定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只要开车看到stop sign 他一定会停 那stop sign呢 除了保障这些行人的安全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实际个人的安全 习惯是养成的 那养成一个好习惯 终身受用 现在是夕阳 加州的夕阳很美 我很喜欢加州的夕阳 有机会带你们去看看 加州的夕阳 特别是海边的夕阳 其实我们会发现 一个疫情打乱了整个生活的步调 特别是美国特别的明显 美国从二月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生活步调全部被打乱了 学生不能上学 上班的人很多都居家上班 那我们出去买东西 排队都是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六尺 然后没有口罩是不能进出任何的场所 也不能去到任何的公共场合 那因此台湾也有一句话说 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 这是蛮讽刺的一句爱的话语 但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当我们失去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那是多么的可贵 所以圣经有说 有吃有住的就当知足 可是过去我们拥有的这些 我们反而没有去珍惜 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生活有很多 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必须要心存感恩的心 为我所拥有的 为我所遇见的来感谢 那这样子我们就容易满足 因此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 做一个金钱的人 可是加上我 凡事都很知足 那这样子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就会很顺遂 我不会抱怨 我也不容易什么 我也不容易去感叹 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一个知足的人 愿上帝赐福你 也谢谢你观赏 底波拉疫情杂技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